资讯爆炸 但人人都好像很懂 但人人好像都不懂 所以唯一能够走得捷径的 就是我们要把心放下来 尊重在那个领域里面的专家 听他们怎么讲 听他们怎么分享 这才是王道 因为否则你资讯爆炸 我们不可能人是万灵丹 什么都懂 所以如果在你不懂 不知道的领域 而且是很重要的话 我们真的要放下心来 真的是虚心听 那今天的会议呢 我们只是介绍 这个益生菌怎么回事 在身体里面怎么工作的 因为这个罗毕老师呢 他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这个恶心 这个是公益讲座 所以他们都是 为大家提供一个健康知识 从专家的角度 那很多人都喜欢保健 那为什么要保健 不知道 OK 只是人云亦云 啊大家都也吃 那我也吃 大家都在传言这个不错 那我也吃 所以呢 他并不是一个 专家的角度来讲 那那个路比医生 我们很尊重 我们一起做伙伴 已经很长一半 而且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能够放下心来 一起来合作做 把这个公益活动做好 我觉得非常荣幸 请到了这个路比医生 跟他的合作伙伴团队 虎博士 成 然后呢 杨基 医学博士 那个 毕城是那个 预防科学啊 这个 也是 四个专家一起来 给我们贡献 我们非常感谢 非常感恩 感谢就让 努比尔斯 努比尔斯 开始吧 好 首先非常感谢 刚才丹尼斯大师 对我的这个介绍 也感谢 丹尼斯大师 对我的认可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非常开心 能够有机会 和这里的各位朋友们 空中相聚 首先我们先问候 群里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现在好 好 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 可能有一些伙伴 已经知道我 但是可能也有些 新的朋友 那么我是Ruby医生 我出国前呢 是国内三极甲医院的 匿名心脏和主任 是研究生导师 我2001年来到了美国 先后在美国的 药学院 和美国著名的医学院 从事博士后的研究 和研究员的工作 由于呢 我自己的身体 就是一个 本身呢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敬业的医生和学者 而且我有一个习惯 什么事情做起来呢 和做工作呢 都是非常认真严谨 追求精益求精 甚至有时候 一工作起来都旺盟的 可以说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 尊求完美的人 而且呢 由于我以前的工作性质 大家都知道 这个医生是需要职业班的 尤其是心脏科的医生 职业班的时候 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许多的心脏病的病人呢 他都是夜间发病 都是夜间 很多的疾病发生的 因此 这样的职班的时候 确实非常受罪 久而久之 就导致我的 很多的 一些的身体价健康 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失眠呀 我自己就严重的失眠 甚至也有多年的 严重的便利 而且作为一名医生呢 我是深知 失眠和便利 对我们人体 带来的危害 是非常非常大的 长久的失眠和便利 对我们身体的 健康的影响和后果 大家都知道 不堪设想 而且我们医生 也都知道 失眠是可以用 安定类的药物 来治疗的 来这个 治疗这个失眠 便利呢 也可以用一些开塞路 或者一些倒泻的药物 而且我们大家 可能都清楚的一点 医生 作为医生 他最擅长的 就是用药了 除了用药 就是手术 药治疗 手术切除 这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的特色 而且 实际上 我们每一个医生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如果长期用药 对这个人体的 身体的健康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是非常有害的 这是药物的毒性 药物的副作用 但是呢 在我们实际的 临床工作中呢 我们又要 必须来用药物 比如说 我们心脏科的医生 一定就要用 降压药 降水的 甚至降糖药 很多的药物 而这些药物呢 我们也知道 它在药物的方装盒上 明确的有 药物的副作用 但是呢 我们可能都是 视而不见了 只有在我来到美国 在药学院 从事这个 药物研发前期的研究过程中 我才深刻的意识到了 我们中国的 有一句胡话说的 熟话说的非常好 这叫做 是药三分毒 我真正的明白了 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不是简单的 字面上的意思 而且呢 西医呢 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 虽然我自己发现了 有亚健康的问题 但是呢 我由于考虑到这个药物的这些影响 对身体的不利的影响 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我还是没有用药物解决 我的亚健康 因为我知道 药物不可能根本解决我们的问题 它只是治标不治本的 因此呢 我就开始来寻求 一种更安全的 科学的 有效的 而且没有副作用的 并且是针对我们人体细胞健康的 细胞营养素 来帮助我 改善我的亚健康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从根本上 根源上 把这些慢性病彻底的根除了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治本的一个道理 这就是有了我今天 能在这里和各位朋友们分享 也就是有我这个 现在的这个非常热爱的这个职业 现在细胞营养学的研究 以及我们已经用了许多的 现代细胞营养学的知识 和结合我们的临床实验 结合我们的预防医学 药物 前期的研究 加上很多的知识经验 我们已经帮助了 无以数据的慢性疾病的患者 那么呢 我今天就结合我们一路走来的实际经验 和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和介绍 同时呢 我也请来了我们火鳳房团队的 两位细胞营养学专家 一起来到现场 一位是有著著名的欧洲药学院 药学博士的学历 曾经任世界著名的梅奥医学基金会的研究员 也曾经被拼任为 特拼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杨青老师 另一位是有了多年的著名的 全国大药厂公司的药物研发的经验 并且在免疫和肿瘤方面 有着独特的专场 同时呢 又深耕预防医学和影响 营养医学的毕成老师 今天呢 将由我们这三位朋友 三位老师 一起完成我们今天的讲座 那我们现在 我就将我今天的讲座的主题 和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 大家能够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 可以看到 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题目 就是我们人人都关心的 也是常常让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题目 实际上刚才我们大师 大家发现了吗 丹尼斯大师不愧是事业精英 他对产品也非常精通 他实际上讲了我很多 今天要讲的东西 因此呢 如果我再讲 有个大师重复的 大师就知道 朋友们就知道了 大师确实是 他既懂的事业 又精通产品 我很冤枉 我只讲了几句话 不能比 你讲出了精华 您讲出了精华 谢谢 我们今天就是 以这个题目 带为朋友们来分享 就是有举相伴 长命百岁 我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呢 从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消化道的组成和功能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简单介绍 第二个 肠道的屏障作用 第三个 什么是肠漏 第四个 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 第五个 就是肠道内的菌群 第六个 就是一生菌 我们将从这六个方面 和朋友们足一的分享介绍 那么这个肠道的组成 我们实际上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肠道 大家都知道的 从哪开始呢 就从我们口腔 就开始了 从口腔的牙齿 一直到 从前到后 什么意思 从前面的口腔 到后面的杠门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消化道 那么 我们消化道又有 实际上有这么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 消化系统有这么两个部分 一个是消化道 一个是消化线 消化道呢 就是我们食道 就从脖子这一块 到胃这儿的 从肩部到胃部 这是食道 其次是胃 再一个就是小肠和大肠 这是消化道 除了这以外 我们消化道里还有 另外一个就是消化线 一个就是唾液线 再一个就是肝脏 胃线 胰线 胰线 肠线 肠线 肠线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胰臟里 肠线呢 就在肠性膜中 实际上有很多的线体 这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消化系统的这个组成 嗯 嗯 这个 谢谢观看 听不听声音了 我不好意思 刚才我的这个屏幕因为不动了 我今天根据 因为时间有关系 我就是挑几个和我们今天能用着的主题 来和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们一个是胃 一个是小肠 一个是大肠 我们这个胃呢 就是当食物送到胃以后呢 我们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我们很多的家里在吃 就是一些的馅儿类 肉馅儿的东西 比如说搅着包的时候 可能都喜欢自己来做 胃呢我就把它称作为 我们人体的搅拌机 为什么呢 它就相当于我们在搅拌这些的 任何的食物 块状的食物 当我们通过口腔 将嚼成这个块状 小的块的时候 我们送到胃 胃相当于一个搅拌机 给它不但有储存的功能 让我们解决 两到四小时的这个饥饱 有饱感 同时呢 它有搅拌机的功能 就将这些食物 搅拌成一个卤泥状的食物 然后再有胃内的分解的一些的蛋白质啊 一些消化酶啊 一些的消化的产物 将卤泥状的食物通过胃的蠕动 送到了小肠 因此就到达了小肠 最后呢 小肠呢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我们一会儿专门要讲一下小肠 那么呢 最后呢 通过小肠 我们有一些食物 主要的食物和营养成分 都通过小肠代谢吸收 那么剩下的一些的食物材渣和废物 就通过大炒 最后就通过我们的这个杠门 排到的提案 这是一个就是胃和肠的大体的结构 为什么要这么给大家把大体的解剖的位置也看一下 因为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朋友 容易那种笑话 就说胃疼啊 处着右侧 实际上我们右侧在右上腹的这个地方 是肝脏 红色的肝脏 肝脏的在左上腹的地方 这个橘红色的粉色的才是胃 胃和底鞋就和肠道相连 这个主要是大家就看一下就好 那么我们正常的胃呢 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就是让胃舒服 这个舒服呢 引起胃就是不适的原因很多了 当然要我们从饮食方面要注意 那么就是从刚才我说的 如果我们就是说的 做不到这胃的 不舒服可能就是说的 我们就出现一些的很多的临床啊 或者身体的不适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胃口好吃妈妈香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主要跟伙伴们 就是介绍除了胃以外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肠 这个肠呢 我们又看看中间的这是小肠 四周围的这就是大肠 也叫做结肠 这刚才具体的功能 因为已经给大家说了 我主要重点的介绍一下小肠 我们小肠是非常重要的 小肠之所以不要在这里强调 都和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小肠有这么几个特点 我给大家总结这么几个字 简单易计 一个是体肠 面大 帝国 夜多 这是什么意思 体肠 我们消化道中最长的就是小肠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小肠 甚至就是有多长 它六到七米小肠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 可能有些解剖的东西啊 可能对大家听着可能意义 是不是讲的枯燥 但是大家一定跟着我的 这个讲解的速度走 你就知道了往下 我们为什么 当你听到下边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儿 由于这个小肠肠 它有六到七米肠 而且它是弯弯曲曲的 曲折 不但曲折 它在肠臂的表面 有许多的皱臂 还有小肠 龙膜 同时呢 在这个小肠中呢 还有许多的毛细血管 和毛细的淋巴管 它还有很多的腺管 而且它这个 还有一层致密的上肺细胞 构成了都是小肠 而且小肠可以分 就是分泌各种的小化酶 因为小肠壁 就是一个肠线的开口 这是我们主要把这个肠道站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因此我们常常说 肠道是我们人体健康的 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为什么这么说 接下来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还是要重要看这个关系 比龄的关系 解剖的关系 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非常重要 这是胃 我的手标点的胃 胃之后小肠 然后外头这一圈大肠 因此呢就说我们这个肠道呢 是很重要的 它不但是我们人体的 供应我们人体的一个营养供应中心 而且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防疫系统 也是一个最大的排兔器官 我接下来还会在这里做详细的论述 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也是肠道 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反复提 就是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反复强调 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 都和肠道有关系 那现在我们肠道有一个重要的屏障 这个肠道的这个屏障呢 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 免疫防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请我们的毕诚老师 以他的这个理解和观点 来给大家分享介绍一下 这个肠道的这几个频道 好不好 毕诚老师 可否请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把麦克风打开来就好了 谢谢 能听到我们吗 听到了 好 谢谢 谢谢 丹妮教师 大家好 我是毕诚 现在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肠道的四大防御屏障 我们人类肠道的四大防御屏障呢 由以下部分组成 包括微生态屏障 粘液屏障 上蹄屏障 和免疫屏障 其中 微生态屏障 是由益生菌构成 可以进征进的吸收 和摄取肠道内的营养物质 降低肠道的PH值 从而抑制致病菌的定值与生长 粘液屏障 则是由胃肠道分泌的消化液 消化酶 溶菌酶 年多糖 糖蛋白 和糖脂 以及正常的寄生菌产生的 抑菌物质组成 具有杀菌 溶菌 和抑制致病菌入侵的作用 上皮屏障 也称为 机械屏障 常粘膜屏障 以机械屏障最为重要 它由完整的 常粘膜上皮细胞 以及上皮细胞之间的 紧密连接构成 免疫屏障 则是由肠道 淋巴组织 和分泌型免疫球蛋白组成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是预防致病菌 在常粘膜上 粘腐和定局的 第一道防线 免疫屏障 是维持肠道 粘膜屏障完整的 重要因素 以上呢 就是我们 肠道的四大 防御屏障 好 现在我把时间交还 交还给 如比老师 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 我们刚才 皮肠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肠道的四个屏障 四个屏障 可以说缺一部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加固的 我们可以就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安保系统或者是安全系统 也可以叫做保安 我喜欢更叫做保安 什么人体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那么我们这几个屏障 刚才 毕辰老师介绍了 其中有一个是这个上皮细胞 就是机械屏障 这个机械屏障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一层就是细胞 细胞呢 它在这正常的时候 它是紧密连接的 中间没有缝隙 而且 中间的每个细胞和细胞之间 还有一些蛋白相充天 这就是我如果举例的 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 我就给大家 比如说我们要建城墙 我们城墙建的时候 是不是有砖块 我们砖块之间 是不是有水泥 那么我们这个城墙 就是砖块 和水泥 已经牢固的一个防御的 这个功能了 那我们这个屏障 机械屏障 就起的这个作用 就是细胞 紧密的相间 但是它互相之间 还有一些蛋白相互粘粘 让细胞更加紧密 以至于任何的细菌病毒 和那个肠道内的毒素 都不能进入血循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屏障 机械屏障 而且在我们这里头 刚才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卫生物屏障 如果我们发现 这个上皮细胞这一层 这个M细胞 这就是上皮细胞 也就是扁皮细胞 就是组成我们肠道的这个细胞 如果出现的病变 它或者由于身体的衰老啊 死亡啊 或者自由基 导致这个细胞不健康了 不健康的导致的什么结果呢 大家就能看到 那么细胞可能就会萎缩 细胞核就会变性 细胞核就会甚至就突出 就是露出来都有可能 因为细胞膜破了以后 细胞破损以后 那么就从这形成了一个缝隙 这就是长漏的形成的过程 一旦这个长漏形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的这层的 刚才我们介绍了 屏障有四道屏障 那么其他的屏障 随之也都混一旦细了 因此说呢 这个屏障是非常重要 大家理解了这个屏障的是怎么形成的 以及长漏怎么形成的 那么对我们就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这就是进一步的体现到这个长漏 这个细胞之间我们看 如果有缝隙了 任何一些的 比如说的致病卫生物啊 毒素啊 都可以通过这个缝隙 到这个血液循环中 因此就可以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甚至上百种疾病 都和我们肠道有关系 这个病变包括很多 这个长漏引起的不单一的一个长漏 甚至就引起了我们可能 有一些人的过敏的反应啊 蟋麻疹啊 甚至就是比如说出痘痘啊 很多的疾病都和这有关系 这个就是长漏 那么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发展 我们发现 这个长道 它不仅仅光影响到我们的长道 它还影响到甚至我们神经系统 甚至影响到全身各个的系统和脏器 那么我们就有这么一句说法了 我们人体有两个大脑 如果就是没有了解的朋友们可能就奇怪了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颅脑吗 怎么还会有两个大脑呢 实际上我们长道就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 那么今天我们又请到杨清博士 来把他对这个的见解和理念 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 欢迎 谢谢 那个Denis大师好 Ruby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杨清 那么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长道跟大脑的这个互动的关系 肠道和大脑呢是连接的 他们的信息交换呢 而且是双向的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一个人感到紧张的话 那么就可能导致呢 胃肠道的消化不良 胃痛啊浮泻啊 反之如果消化不良的人呢 那么胀气或者经常性的便秘就会引起焦虑 甚至抑郁 所以就是说他们的互动 就是说的这个是双向的 啊 肠道和大脑呢 是通过就是说在一个肠脑轴线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线 那么医学上其实它是通过这个弥走神经来连接在一起的 那具体来讲呢 就是肠道和大脑之间的信息交换是通过这个生物化学的一个信号 啊 肠道之所以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 就是说啊 是因为肠道产生神经地质 这些被称为神经地质的化合物 通常被认为是我们大脑里产生的 比如就是 比如说令我们舒缓的这个血清术啊 多巴胺呢 乙线胆碱呢 还有那个褪黑术等等 那么 然而呢 就最近几年呢 就是说最近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发现呢 我们很 肠道的产生很多这种神经的地质啊 如果这个神经的地质呢 跟这个大脑就是连接 那么有的就是研究发现了 其实90%的血清术是在肠道产生的 这个血清术就让我们是属于一种快乐的荷尔蒙 那么我们肠道的菌群 其实那么就是它就是产生多巴胺 但是其实它的幕后超舌就是我们肠道里边的菌群 那么菌群当这个好的就是一生菌多的话 那么人呢 他就分泌一些这些像多巴胺啊 血清术啊 这些神经地质 那么就在大脑里你就感觉到很快乐 那么相反呢 如果要是坏菌多的话 那么这些令你愉快的这种多巴胺分泌就少了 其他的可能毒素分泌有多 人就会郁闷啊 抑郁啊 或者一些焦虑啊 那么有这么一个小实验 就是第一就是说它把有一群人 小范围的那个实验 它是轻度 这些人呢 是轻度到中度的焦虑症 甚至有抑郁的人 那么把它们分成两个组 第一一个组呢 就是说的每天吃这个 一生菌 每天吃一直吃六周 那么还有一组呢 就是吃这个安慰剂 所以没有不吃一生菌 那么就是 六周下来呢 就是结果就是 吃这个一生菌的这个 没有64%的人 没有就是 没有抑郁啊 焦虑啊 这种症状没有出现过 在这个期间 那么 但是另外一组呢 就是服用安慰剂的组呢 它就是有32%的人 没有感到疑郁 所以这个是一倍的差别 明显 就是说 尝到这个一生菌 对我们这个情绪 对我们每天 有很明显 有很显著 对不起 我爸 我刚把你 不小心静音了 你再打开一下 那我前面说的话 听听听到了吗 那一分钟 再补充一下 谢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关系 就是说 就是刚才我讲 是不是 讲小的实验一 第一个实验 对对 这个都听到 那就实验二了 就是 有那个 阿尔治海曼 病症的老年人 他给他们服用 12周的 就是每天都服用 酸奶 坚持12周 那么就发现 在进行测试 所以呢 发现这些人的 这些老年人的 这个认知功能 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那么 显然医生菌 是当然了 我想如果要是 用医生菌呢 可能 这个效果会更好 因为我们 医生菌在这个菌群 比酸奶 那个 濃度高啊 菌群的也不一样 那么 还有一个小的实验呢 就是说 发现这医生菌呢 对小孩 自闭症 症状 就是对这个改善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很明显的就是 医生菌呢 可以通过产生 这种 就是神经地质嘛 改善情绪 缓解抑郁 那么 有科学人认为呢 是这个 医生菌是一种 低风险的 提升大好健康的 出经剂 有的专业人士呢 甚至把 就是推荐说要 把这个医生菌呢 当作就是 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 第一时间的治疗 这次有建议了 那么总之就是 服用医生菌 不仅可以改善 消化到健康 就像Ruby医生 刚才总理讲的 也可以 帮助我们改善 大脑的健康 当然更多的研究 和实验 结果将会 出来 支持我们 就是说的 这方面的应用 我讲 谢谢 我补充一下 不是补充你的 我是做证明 我做有三到十六年 这上面也是补充 我碰到很多 很多case 特别严重的 特别一些产后抑郁症 或者一些 很厉害的 现在现代人的毛病 抑郁症 用有三 有三的这个产品 加上的医生菌 都有非常好的改善 这个是 这个是个事实 这个是个事实 这个 我也 我当时也不是很了解 为什么 我只知道有这个功效 现在 通过你讲了以后 就像这里面 是有道理 所以现在我也看过 有不少 医学文章 我曾经在 16年 还是17年 我回 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在那边 这个宝英的年会 他请了一个台湾 这个 专门研究 医生菌的一个 科学家 在台湾上 做演讲 所以他就讲到 这一部分 所以跟你讲的一样 是现在很多人 在研究这部分 是 比较小看 这医生菌 所以很多人 不了解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 那个 Luby 好 今天的这堂课 也是正好 就是能够解决 我们大家的需求 我们把 能做到的 都在这里 给大家的 可以说非常全面 因为今天这堂课 确实包括内容 很多包罗外相 那么刚才 杨青博士呢 已经就是给大家 介绍了这个 两个大脑 是什么原因 而且他们之间的 如何的关系 实际上 有这么一个 理论的名词 叫做 一生菌 肠道 颅脑 轴 有这么一个轴 因为杨青介绍的 比较详细了 我在这就不做 补充了 在我实际的工作中 我们实际的 就是应用 这些产品 包括一生菌的过程中 我们有遇到 无论是小孩 还是老人 比如说 我们这儿有抑郁症 已经就是 老年抑郁症 自杀的人 最后两次自杀 一次就是送到了 北京宣伟医院急救去了 因为非常严重 涉及到生命危险 后来走投无路 非常好 现在完全正常了 还有几例小孩 其中的一例 我印象非常深的 就是这个孩子呢 就是一个男孩 九岁的男孩 平常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但是一到考试 或者要弹琴比赛 因为我们很多 中国的家长 喜欢给孩子 做这个捕妈推妈 要学钢琴考几级 这考几级呢 结果考级的时候 每次一到考级 这个孩子就是 老说肚子疼 或者一到考试肚子疼 结果她的妈妈 就认为她不想学钢琴 就是认为不喜欢 一直对她就是非常不满 说一考试你事就来了 你不考试也没事 一让你考钢琴了 你肚子疼上了 又要考厕所了 后来呢 就是到医院看 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医院就是查指标 指标正常 你就没有毛病 后来通过家人送到我这了 送到我这儿 我就全面跟她分析以后 进行了就是我们的这方面的调理 就用的医生菌 加上基本的营养素 半年以后完全成长 这些的毛病全部没了 根本不是一个说的 不爱考试也不爱 就是谈钢琴的孩子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所以说这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从小孩到老人 我们都有这些例子 那么刚才呢 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 我们医生菌 因为我刚才说了 有一个医生菌 肠道颅脑轴 就是说这个医生菌 对我们这个肠道不但有影响 而且对颅脑的影响 就是通过肠道 因为大家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它不但是最大的免疫器官 它有很多的肠道神经充的 肠道神经 而且分泌了很多的神经地质 这些神经地质呢 就直接的通过这个肠道神经 到我们的颅脑神经了 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 就包括刚才杨青博士讲的 有很多的抑郁症啊 比如说和我们这个五腔色胺 多巴胺有密切的关系的 这是为什么有的抑郁症 就给你直接用一种五腔色胺的质剂 和多巴胺的混合质剂 就是来让你缓解这个抑郁症 但是呢 我们用的产品 就能帮助它完全缓解 而避免了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了 这是今天我们要说的 另外呢 我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分享 我们益生菌 我会放在下部讲 刚才提到了酸奶 我们不主张吃酸奶来补益生菌 因为提到这儿 我就在这儿一定要说一下 如果我们要酸奶 你可以补什么呢 你能补到糖 补到蛋白质 补到脂肪 也可能会补到好的高品质的益生菌 好的高品质的酸奶 可能会有一些微量的益生菌 不否认它没有益生菌 但是 我要接下来要给大家讲 好吧 因为刚才提到这儿了 我就不希望任何的一个线索 一个问题给大家遗漏 一定要给大家有关的问题 都要给大家讲解清楚 好 那么呢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 就是这个 肠道菌群 肠道和颅脑这个轴的密切关系 最新的一个临床的科学报道 发现了我们肠肉肠道菌群 就可以引起这个老年性痴呆和哈基金氏综合症 和这个肠道菌群和这个肠肉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头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肠道方面的和肠道相关联的 直接的一些的功能啊 原理啊 疾病啊 我们都给详细的介绍 因此呢 我们如果要想预防老年痴呆 我们首先要保护好肠道 预防肠肉 补上益生菌 大家一定要对这些益生菌加以重视 我觉得肠肉真蛮可怕的 就像一个国家城墙破了一个洞 那多可怕 是这样的 您说太对了 所以说的这个一定要牢固加固我们的思考屏障 尤其保护好我们肠道的上皮细胞 陆医生啊 我想讲一下 因为好像平常人家讲增加免疫力 是蛮抽象蛮空洞的 那今天你把这图一放再把道理一讲 就很非常显著 让我真的是脑洞大开 真的是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这个肠道呢 为什么和大脑密切关系 我们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刚才我说了一个 如果你尝好 胃好 胃口好吃麻麻香 你就精神也好 心情也好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生活中经常有些人 情绪啊受影响啊 心情受影响啊 各方面的比如说的压力受影响啊 实际上都和我们肠道有密切的关系 啊 就刚才已经说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因为这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就是重要的事情要反复强调啊 在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肠道 我给大家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呢 就是我们肠道啊 就是有这么几大的 肠道首先是我们人体的加油站 一个能量加油站 就跟我们汽车似的 你汽车没有这个油 那么你汽车也就开不了了 那么我们这个肠道也是这样的 肠道就是人体的加油站 而且肠道也是人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 为什么说肠道是人体的加油站 我在这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肠道中的很多的我们通过味道 小肠我们吸收营养成分 我们都是从这个肠道这儿 吸收营养成分的 同时呢 我们这个吸收的营养成分 而且消化 我们都是在小肠完成的 我们一个人的一生中 可能需要摄入多少食物啊 因为我们民以食为天嘛 民以食为天 尤其中国人就是以吃为主 那么我们比较会吃 我们吃尽一生中的食物有人统计啊 大约是70吨呀 朋友们想过了吗 没有 太可怕了 这70吨的食物都要通过我们肠道来处理 我们肠道都负责处理我们入口的这么多的食物啊 而且我们这么多的食物不但要通过肠道处理 其中的营养的物质就是入口的这些营养的物质 80%都是肠道来消化的 所以我刚才在前期的一个一个的解剖解剖比邻关系 就是要给大家强调重视这些 有因才有果 我们一定要抓住核心抓住原因 产生疾病的原因在那儿 源头 那么我们知道源头了 我们就会怎么知道解决这个疾病 因此呢我们不但吃的这些食物呢都要由肠道处理 我们同时营养物质的80%都是在肠道吸收的 80%肠道消化甚至有统计说百分之百将近百分之百的 都是肠道吸收营养物质 所以说朋友们 为什么说我们肠道这么重要 如果你肠道功能减弱了 你有肠漏了 肠道菌齐平衡失衡了 那么你肠道吸收消化从何而来 它自然功能就降低了 因此一旦肠道的功能失常了 我们人体就不可能得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了 那营养成分从何而来呢 必定就要减少了 因此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给大家总结为这么几点 肠道是我们人体的加油站 另外一点就是肠道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我们很多的就是可能是老百姓都忽略了这一点 都认为免疫器官不是肠道 但是肠道70%的免疫的能力实际上来自于我们肠道的 而且90%甚至高达95%的感染性的疾病 我是说的感染性的疾病 都和我们的消化道有密切相关的 因此有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专家们就把肠道的健康认为 就和我们的人体的寿命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排斧场呢 这一点我相信朋友们都很容易理解了 我们因为要吃掉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怎么办呢 实际上肠道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下水道 所以说我们要确保家里的下水道的通畅干净 我们更要确保我们人体的下水道的通畅 我们光注重家里的卫生了忽略了我们人体的卫生 这是一个错误的思维 通过今天的讲座希望能给大家得以纠正 我们吃这个 罗宾我曾经问医生这样比喻 我觉得蛮形象的 就如果家里一段时间你的家里下水道没有通的话 包括厨房包括厨房包括厕所的 他说你把它保留在家里面呢 还是把它通到屋外去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没有人愿意保留在家里面 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赶快把它处理掉 这个这个形象正要结合你讲的非常好 真的 好谢谢您谢谢您 为什么说是最大的排骨厂呢 我们一生中吃掉这么多的食物嘛 其中有4000到5000公斤的是大便 都要通过这排出 所以说呢80%的我们人体的 肠道的代谢的产物和毒素 最后都是通过我们肠道排出体外了 因此我为什么刚才这么举例子 如果我们肠道排泄受阻了 我们不但是下水道骨塞了 不通了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毒素就在体内循环代谢 你不但吸收不到真正的营养物质 而把毒素反复利用反复吸收了 你最后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些的身体滞留的毒素 从吸收进入血线血液性化了 那么这时候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实际上 比你下水道不通更严重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确保肠道 这个排泄功能通畅 不要有滞留的有毒物质 从吸收进入我们的人体器官 进入血型化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 第四点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的 就是肠道是我们人体菌群的聚集地 我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实际上人体的菌群是有很多的 甚至有科学家统计了高达甚至一千种的不同的细菌 在我们人体内 这些细菌呢 我们一般是分布在我们人体的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皮肤 口腔粘膜 鼻腔粘膜 这是都可以有细菌 就是分布的 但是朋友们 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细菌 是在肠道 因此呢 我们肠道 才是我们人体细菌的细菌 聚集的地方 我们当然呀 还有一些细菌 可能分布的女性的泌尿道啊 生殖道啊 但是我们肠道 是人体的这些细菌的 主要的密集的地方 我们实际上体内的细菌 有这么几种 有这么三种 这三种呢 是哪三种 我再接下来给讲 通过刚才给朋友们讲了 肠道的重要性啊 肠道的功能 肠道的结构啊 肠漏啊 肠道的屏障啊 甚至我们一生菌的这个肠道 和乳脑的轴线 以及为什么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 让我想起来了 我们就是有一个 医学界非常有名的 我们有的人喜欢称作 他是现代医学之父 叫做西伯克拉底 他有一句话 说所有的疾病 都是从肠道开始的 那么听到这句话呢 可能大家 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 我相信这句话 并不是绝对的正确 但是呢 他说明了肠道 对我们人体健康的影响 健康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体内 我刚才已经讲了 肠道就是我们细菌的积极地 在我们体内实际上 有一个我们用我们的肉眼 根本看不见的这个卫生物的世界 这个卫生物的世界 就是决定着我们人体的健康最关键的 也就是卫生态的平衡 和我们肠道的卫生物屏障 这两点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健康 因为我们肠道屏障有四个 当然每个区域不可 比如说我们机械屏障 就是上皮细胞层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人体中 既然有上千种的细菌 细菌 那么这些细菌呢 又归纳为这么几类 我们有三种菌 一种叫就是 刚才大师也提了 我们两位的这个专家也提到的 一生菌 一种是叫做中性菌 一种是叫做致病菌 也就叫 能对人体有害的吸菌 那么这三种菌 我们体内一定要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状态 他们有什么特点 我们大家知道了 一生菌就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而这个致病菌就是我们健康的敌人 中性菌它有个特点啊 就跟过去在我们这个大家经常看的一个电影 电影里有这个叛徒啊 或者内奸呀 这个形象的 它就是这么一种一个角色 这个中性菌 你哪边势力大 它就往哪边倒 强头 强头 对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所以说的中性菌就是一个强头草 它就根据你的势力 哪一方的势力的强弱 它就决定我倾向哪一方 这个 大家看着我看到这一点 我讲的确实非常有意思 就和我们的人的实际生活中也是比较接近的啊 我们在不论过去 现在将来都有这么几类的人 所以说也有这么几类的局 这看来这是挺有意思啊 非常有趣的 很有趣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 因此呢 我们怎么做呢 既然 这个 中间菌 我们又叫做 强头草的一个菌 它实际上也叫做 在我们临床医学上 就叫做什么呢 条件致病菌 它不像这个有害菌 绝对是致病菌 对人体绝对有害的 啊 当有害菌仓房的时候 那你人体就要发病 而有异菌呢 就是维持我们人体身体的平衡 保护我们 为生物这个平衡状态 这个 中间菌就是 墙头草 它也叫条件致病菌 当有害菌的势力大 它就 站到这一方 它可能就会对抗 我们的有异菌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要 注意的就是我们 肠道的这个 卫生态的平衡 我们肠道细菌 有异菌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才介绍了 有这么三种菌 而且肠道这个菌的比例 我们不论 从婴儿期呀 青少年呀 中年人呀 到老年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比例的平衡 一生菌非常重要的 这里所说的 百分之三十 什么意思 我一定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百分之三十 不是说你这个人就健康 只是能让你能够存活 如果有异菌维持在百分之三十 这是个存活 我给大家再举我们 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就是学生考试 你考六十分也是及格 那你离一百分还差很多 因此呢我们这肠道的一生菌就是 你只要维持到百分之三十 你就及格了 就能勉强过关 但实际上离你身体真正的一个 保持优质的良好的身体 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已经有研究 就是报告指出了 我们一个人如果要是真正的 完全健康的人 他这个肠道的有预警的比例 应该是百分之七十 我们这个有预警的图 在这里非常形象 从婴儿期到老人 以下的逐渐减少 那么如果一个完全的体格强健的人的 有一菌应该是高达百分之七十的 就像刚才我说的 如果维持我们最基本的 能够存活的菌应该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五 如果是一个便秘的人 他一生菌已经是 减少到了百分之十五 而且有研究发现 癌症病人的肠道内的一生菌 比例只到百分之十 甚至当人临死亡的时候 一生菌基本都没有消失了 所以说这个一生菌是非常重要的 肠道的菌其平衡和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都把一些相关的文献的报告 和研究的出入在这里给大家 因为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根据 因此呢我们在当今的这个生活状态下 随着人们的生活的水平的提高啊 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是认为自己吃的非常好 每天大鱼大肉 每天甚至鱼似燕窝 但是他最重要一点 营养均衡合理这个误区 他没有做到 因此他可能由于营养不均衡 导致了我们肠道的菌其的失衡了 最后呢就导致了我们免疫功能的下降 导致了我们排泄功能的减低 最后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由于肠道的菌其和肠道的疾病 尤其肠道菌其如果失衡了 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危害 我们可以看到都有哪些非常多 不只是肠道方面的 免疫功能下降啊 甚至刚才介绍的神经系统疾病啊 抑郁症啊自闭症啊老年痴呆啊 甚至和我们临床上的三高都有密切的关系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肠道菌其破坏了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给我们人体就有一些的信号 那这个信号如果给我们人体了给我们就是朋友们 就看我们朋友们能不能捕捉到 能不能抓住这些信号 比如说我们吃到东西不能够消化 啊我们 总讲的就是大幅翩翩的开始 这时候呢或者有便秘啦 腐胀啦有的就是 就变成皮肤的发黄啊 很多的长班的人呢 或者有痘痘的人呢 反复出痘痘的人呢实际上都是由于 肠道菌情这个因素影响是很大的 都可能肠道菌情适合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办 我们确实的啊就像刚才 说的我们一定要及时补充 这个益生菌 益生菌呢我为什么选择这么多 就是形象的图就是为了让大家一目了然 益生菌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干掉它的敌人有害菌 因此呢这是确实确实的非常好的 啊他要干掉有害菌 刚才大师也讲到这句话 就是占地盘 这个地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占点地盘 我会根据时间关系 还要在这里可能给大家强调一下 系统的讲解一下 你不要急一个半小时慢慢讲 一个半小时啊好那我以为一个小时呢 嗯好啊 那么呢我们知道了 益生菌和我们人体的健康有这么重要的密切的关系 而且益生菌肠道和这个脑轴这个轴脑的平衡 肠道轴和颅脑这个轴的关系 和肠道内菌脚平衡的关系 都有密切密切的关系 那么我们要改善我们这些肠道的健康 一定要补充益生菌 所以说如果有哪个朋友还没有重视到这一点 希望今天听过这次的讲座一定要重视起来 我们益生菌研究补充益处很多非常非常多 我们补充益生菌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么呢我们一定要 认真的补充益生菌了 这个补充益生菌的过程中呢 可能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 有的人说的 我吃了益生菌 就是出现了一些的反应 比如说什么样的反应呢 因为这是我今天的这个讲座 都是在我实际帮助 朋友们调理疾病过程中所遇到的 我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讲 如果我讲的过程中 如果和哪位领导人 或者哪位老师有不一致的地方 大家取舍来听 因为什么呢 我们是我们这个团队的调理过程中 一些的经验就是今天 可以说的 无私的和大家真实的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遇到的 我们遇到的就是在调理过程中 有的人就说了 我本来以前没有便秘 吃了你们的产品 尤其吃了益生菌以后 我以前大便正常 可是我吃了以后便秘了 还有的人说 我以前大便挺好的呀 结果吃了一生菌以后 我突然腐泻了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应用过程中 最常见的一个反应 因为根据不同的人习惯 叫法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叫好转反应 但是咱我们团队我们叫他调理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叫好转反应 他有人就要问你了 你既然我好转了 我为什么还反应 所以说的这是一个人习惯问题 没有绝对的错误 他们的激励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甚至有的人 自从以前你听你讲的概念 我现在全部转过来 都讲调理反应 调理反应才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谢谢大师 那个因为呢 为什么这么叫 就是我在这个实际的 就是工作中的一些的经验的总结 但是呢有的人也叫做一个 合适消防反应 不管他怎么讲 都是一个原理都是一样的 他是为什么出现这种反应 刚才我说了 有的人吃的过程中 可能是以前过敏加重 打喷嚏增多 甚至有的人出现斧腾 甚至有的人出现了 跑厕所增多 甚至有的人出现了就是 说我吃了你这个 让我非常尴尬现象 经常就是放屁 所以说的这都太有可能 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出现这个现象的朋友们 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是通过我今天讲座 大家知道了 实际上应该是恭喜大家 说明这个产品在你身上做工了 说明这是你尤其 我发现 当这个慢性病越严重的人 他的调理反应越多 调理反应越严重 这时候呢 同意吧大师 好 实际上这时候呢 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用一句这个话说更合适 你就该走向真正的好转了 但是在好转之前 因为我们是在给你调理的 那么他怎么产生的这个反应呢 很简单 我在这里都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知道 我们这些的有异菌 应该是在人体的什么部位呢 应该在人体的小肠的下段和结肠中 刚才我为什么讲这么多的 消化道的功能啊 小肠讲了很多 大家现在就知道了 我讲这些的原因和道理 而且 它我们知道 我们结肠是有限的 肠动空间有限的 它里头的所剩的营养有限的 当我们在把益生菌 给及时的补充以后 我们大家知道了 我们益生菌 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 他要占领地牌 对不对 他要干掉有害菌 我为什么这么给大家 把这些形象的图放在这 这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在我们的人体的内部 有一场我们看不见的 战争 这个战争非常激烈 我们大家能看到的战争 都是从电影上看到的 我们任何一场的战争 无论是如何最后 这个战争的场面 都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惨重的 而且 这个我们真正的电影上的战争 和我们肠道的 结肠内部的 有益菌和致病菌征战的战争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战争 那个是有形的战争 当有益菌进入我们这个截肠以后 他要做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他就把益生菌连走 占领这个地牌 因为为什么呢 刚才我讲了 在截肠中的它的这个面积是有限的 它的营养物质有限的 益生菌跟我们人一样 它也是一个生物体 它要存活 它没有营养怎么存活 它没有地方它怎么居住 因此这两个都必须要做到 那么 当致病菌已经在我们体内 待了这么长时间 它肯定要反击啊 它反击的同时 它肯定要释放很多的毒素 当它释放毒素 又加上两菌相争 并有一伤最后这个场面 大家就可以想象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特事消亡反应 也就是我给大家强调的 我们叫它调理反应 这就是产生调理反应的原因 这个大家如果了解了 以后我们再遇到周围的朋友啊 用这个益生菌出现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很好解决 就直接告他 就把我刚才说的大家只要了解了 很简单就几个打仗的故事 我们既用生活中的 让老百姓能听懂的声度形象的故事 讲给你们就行 那么这个调理反应的出现的时间 这个时间实际上我发现 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跟个体差异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的 跟这个本身的肠道的菌菌失衡的状态 本身肠道中有育菌中的树母 和这个致病菌的树母 以及慢性病的严重程度 慢性病的时间长短 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有的人可能在服用几天就出现 有的人可能在服用就是几周出现 一两周出现 我们现在有一个伙伴就是刚给他调 他就是吃上了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些的调理反应 这就是不一样 个体差异是很大的 那么调理反应的具体表现 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跟朋友们做了介绍 我们严重的就是说 可能是有的人腹痛腹泻 我听说的一个不是我这儿的 一个其他团队的 后来吃益生菌腹泻的什么程度 都要虚多了 所以说这种调理反应就太严重了 这个很严重 我只听说过这么一例 因为他是寻求我帮助来了 他就找我求救 说Ruby医生怎么办 我们遇到一个这么现象 我当时一分析我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我就告他应该怎么去做 帮助解决 所以说那是最严厉的一个 就是他反应太重了 甚至都要虚脱腹泻 另外呢 其他的表现都一般的比较轻 也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说的可能 反来没有便秘的呀 出现便秘 没有腹泻的出现腹泻 甚至肚子有点隐隐不适啊 肚子甚至咕噜咕噜叫啊 老百姓的话 都有可能的啊 这是各式各样的表现 那么他的调理反应的激励 我刚才已经讲了 具体这个调理反应 持续的时间呢 实际上也是因人而异的 不同的人持续时间不一样 一般的一两周 一般的一两周 因为网站呢 可能调理反应出现的相会少一些 因为我在这方面呢 就是跟伙伴们做的培训 就是应该如何去用产品 减少和避免调理反应的发生 所以说的调理反应 就是相应的发生率不是很高 一般的总结的应用这些产品以后 出现的调理反应的发生率 据说是20%到30% 可能网站比较少 也就是5%左右 但是呢 就是说这条理反应还是要有的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准备 心理准备 只有我们自己懂了 我们才能更好的 帮助到你的亲人朋友 我是比较感性的 如果你吃了一样东西 什么反应都没有 那你还不如吃面粉 吃饭就好 是这样的 非常好 一生锦呢 确实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就是对于我们人体的 有益的一种菌 它对于我们维持我们菌体的平衡 它可以对我们人体 很多很多的帮助和作用 而且它一生菌不像我们 那么简单的 只是一个改善消化呀 它有一个整肠的作用 而且减少肠肉的发生 减少这个过敏的发生 而且促进 集体的营养物质的吸收 甚至确实有防癌的作用 这也有文献报道 它非常好的缓解一种 尤其是孩子们 鲁糖不难症 而且现在有报告 对于肥胖和三高的病人 一生菌发现也有帮助 它有被肠道功能紊乱的病人呀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它有减压 缓解精神紧张 以及对于抑郁症啊 自闭症啊都有帮助 甚至还可以预防避免 老年痴呆的过早发生 因此朋友们 你们说这个一生菌要不要给 不但要给啊 一定要好好用啊 马上就吃 一课不得 课讲完马上弄一包放在嘴巴里 好 那么这是一生菌 一生菌进入我们肠道 我之所以给大家把这个肠道的功能和肠道的结构给大家 反复反复的强调 我们懂得这些了 大家就知道 你做事业的过程中 你应该遇到一些的朋友有疑问 你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我们懂得产品可以辅助我们的事业 我们一生菌到了肠道 我还要强调一下 我今天的内容是我我们团队个人的经验 如果和大家有不一致的 大家忽略不计啊 因为我就是确实想把我们的最近 对大家的对周围的帮助 调理成功的经验的一个积累总结 在这里就是真实的分享大家 那么可能和一些的我们就是 估计是有不相否的 或者或可能不一致的 就是希望大家你选起听 有用的你就搬走 没用的你就大筛的过去 那么我对这个一生菌 在我们肠道过程中 包括服用一生菌 我们是来怎么给用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经常有人问到的问题 一生菌 一生菌怎么用啊 一生菌要吃多长时间呀 我一生菌是不是要老吃啊 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在这里 仔细就是系统的给大家讲解一块 这些的问题 一生菌 我刚才说了 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口腔 进入食道 进入我们的胃 进入小肠 再到结肠 对不对 朋友们还记着吧 我刚才讲的 有没有没记住的 好 这个一定要记住他 为什么呢 这就我下一步 你们就知道了 我为什么前头 讲的这么详细 和我们下一步 你怎么选一生菌 是有着密切相关的 如果你这个不懂了 你将来让一个人拿来 就糊弄你了 就糊弄住了 他就说 Ruby医生 我这个是organic的一生菌 我这五百亿呢 比你们那好多了 这话我经常听到 但是呢 没问题 我们只要把这些道理 我们原理懂了 我们懂得原理了 那么他说的有五百亿 一千亿都不是问题的 我们一生菌通过我们口腔食管 胃小肠 我们到达 结肠 这个非常重要 我刚才说了一圈 我接下来再选择一生菌 如何选择 我再给大家强调 我仔细的给大家讲解 那么现在呢 我那个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到达这个 结肠以后 它是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 结肠有很多的鲜毛啊 有很多的皱褶皱壁啊 它怎么办 它沾不上啊 它不能粘腑啊 不能粘腑有什么用 我们大家知道了 一个一生菌都不能粘腑到 应该粘腑到哪 粘腑到我们肠上的这个上皮细胞 可是我们一生菌到达肠道了 通过鲜毛一液 液体一排泄都给你带走了 首先第一点不能粘腑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做不到 那这一生菌 你们自己就知道 你要不要吃 所以说它进种肠道的第一步 一定要先粘腑在我们肠道上 肠壁上 粘腑以后做的第二步 它是什么呢 马上深根定植 定植下来 也就是安营渣带 我喜欢用这个 就跟过去的印第安那这部落 每到一个地方以后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小小部落 安营渣带下来 一定要安营渣带定植 第三步它定植了就结束了吗 不结束的 如果定植以后 它随着肠道的代谢 肠道的我刚才说了 有很多的粘液分泌物 糞便 都排出体外了 没用的 所以第三步 通过定植以后的第三步 一定要迅速的 一定要迅速的 大家知道 迅速的大量繁殖 如果它做不到迅速的大量繁殖 这个益生菌也是没用的 所以一个益生菌 在我们这个结仓中 它是有这么几步的 几个过程 这个过程 大家一定要知道 而且在服用的过程中 我们 我们一般是分这么几个阶段呀 我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叫它竞争期 就是刚开始服用的一到四种 第二个阶段是优势期 第三个阶段 加强期 第四个阶段 护护期 第五个阶段 文石益生菌 平衡状态的稳定期 所以说 这几个时期非常重要 第一个时期 竞争期 我刚才实际上都有给讲 比如说我们出现的条例反应 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两者相争必有一伤 而且有益菌进来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走 治病菌 占领它的地盘 信送占领地盘 那么 当它占领之后 它就处于一个优势状态 它把益生菌赶走了 就处于一个优势状态 处于一个优势 它必须得马上的 进步的 它不能大意的 不是说这个大意了 我已经把它赶走了 治病菌 有的治病菌非常强的 我们知道 有好多治病菌 又抗生素都上死 因此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进步的加强 再给它加强一下 最后 再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 我们再给它巩固 巩固 以及到第五阶段 维持稳定期 这是我们益生菌的 就是在我们这儿的 这么几个时期 那么现在 问题又来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这么说 我们大家怎么办 我们怎么选这个益生菌呢 市面上的益生菌 琳琅满目啊 包罗万象啊 我们很多的人都困惑了 都认为自己用的益生菌是最好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定要 要强调这么几点 这几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看 看什么呢 看菌珠 这个菌 菌种和菌珠 这个菌种和菌珠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很多的 有益菌是很多的啊 但是这么多的有益菌 我们为什么 只选择这个混合性的双旗感菌 和鼠里糖乳感菌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在这里 也把这个就是 天机给大家就是泄露一下啊 这两种菌是我们 已经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 科学家已经证实的 非常安全的 有效的细菌 有一菌 这是第一点 它是通过大量临床实验 通过很多的临床研究的 而且这两个菌呢 除了这以外 已经是临床实验正式 对人体非常安全有效的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两个菌 和我们天然的 肠道的菌群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肠道内 本身就是我们 微生物的寄居地 我刚才说了 主要微生物寄居地 它就本身就有菌群的 这个本身的菌群 就是我们天然的肠道菌群 这两种菌和我们这个 肠道内的天然的肠道菌群 也就是结肠的肠道菌群 是完全完全相似的 所以说朋友们 你知道 为什么你选菌的时候 要选的这两种菌 而且呢 它不但相似 而且这两个菌中 一旦有这两个BB12和LGG的 我们大家就知道了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 一个益生菌公司 芬兰的益生菌公司 而且它是获得专利 因此可想而知了 我们这个菌 重要不重要 什么菌种 是这两个 一个双气杆菌 一个鼠李唐 骨杆菌 什么菌珠 是12LGG 所以我们不但要看菌种 我们要看菌珠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除了之外 我们还要看什么 看活菌的数量 活菌的数量 我们这个益生菌 要这个比例 就是说的这个双气杆菌 和熟李唐杆菌的比例 是各占一半 5050的比例 数量上各为60亿 是最为合适的 因此我们看菌种和菌中之后 我们再看数量 我们接着看什么呢 就要看季 是什么的 我们剂型 益生菌的 市面上的剂型有太多了 市面上的益生菌的剂型 有很多种 我在这里也一定要给大家 那个说一下 我们这个剂型呢 有这么几种 一个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就亚成片 定计的 一个就是胶囊的 还有粉剂的 还有就是液体的 我们一定要推荐粉剂的 为什么呢 都是有原因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压成片剂的益生菌 它根本不可能有益生菌 它说的配方里头有 但是真正的压成片剂 我们知道 这个片剂压的时候 是需要高压给它压的 压的过程中 产生的高热 热量很大 而我们益生菌存活的条件 是有温度的 大家一听我这么讲就知道了 所以肯定片剂的 纯粹固能人的 我们一定要选粉剂的 而液体的肯定要加放主剂 否则的话 你除了你有一剂以外 你其他的剂 要繁殖 因此呢 我们要选择粉剂的产品 另外呢 我们要看益生菌的活性 这个活性又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定要强调 强调这么几点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不关我们知道 尤其人家厂家更明白 厂家明白呢 就在这个做很多的工作 什么工作 他就说 我的一生菌数量 活的数量 我们这个活性也好 我们数量也好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 不要让这个表面现象蒙屁 一定要擦亮眼睛 识别一生菌 他有的厂家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个活菌量 活菌量和活性 我结合的一起再给大家讲一下 他有的厂家标了一个 活菌量 它是活菌添加量 他专门有标这一点 很多老百姓不懂啊 实际上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陷阱 这个活菌添加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产品生产出厂的时候 它的活菌就是这些量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说的话 我接着给大家讲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 这叫做活菌添加量 还有一个叫做有效期内的活菌的数量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 一生菌保纸期12个月 那只在这个12月之内 它这个数量有 但是大家还要记住 我给大家又总结一个 入口后的活菌的数量 入口 好吧 吃到嘴里的活菌数量 另外还要再看 最后实际到达长道的活菌数量 我给大家 那太在意了厉害厉害 这是我 我确实根据我这儿的经验总结的 可能大家你们在别的地方 有可能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 我今天因为大师就是非常信任我 我就是一定把我的 所有知道的东西都给大家 原封不动的搬过来 因此呢 我们要看这个活菌 我们不要被它表面的介绍 我这里有一千亿的活菌 你要明白 它这一千亿的活菌是怎么活法 是出厂时候活菌 有效期内的活菌 还是你入口以后活菌 还是真正的最后 到你的结肠内存活的实际的活菌数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会接着给大家讲的 除了这个活菌量 以及这个益生菌的活性以外 我们还要看它的添加剂和辅料表 因为我们真正懂行的人 我们一定要看辅料表 辅料表里头 我们知道了 我刚才也给大家有分享到 我们益生菌在肠道内 它也要吃东西 它跟人一样的 它除了我们肠道内的一些营养以外 它还有需要它自己特制的 需要的一些营养 那这些营养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叫一生源 我们现在一生源 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就是公司 也都懂得老百姓 现在知识太多了 你也都不是 嗯 就是这方面 不是再在是门盲了 就是都懂得了 那么他也说 我们有一生源 但是 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 虽然 都是有一生源 你一定要看 它是什么样的一生源 一生源 有这么几种 一个就是 单单存的糖 一个它里头可能是用牛奶做的一生源 一个可能有麦肤 这都是辅料 如果它是鲁糖做的 我们知道有一种鲁糖不耐数的宝 它根本不能用 有的是以牛奶做的 或者以麦肤做的 我们对这个就是过敏的人 也都是不能用的 而我们所选择的一生菌是用什么呢 用菊糖做的 这个菊糖呢 有什么好处 它不是普通的 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糖 就是我的名字 尤三大大师 尤三大师 您太棒了 您都知道我说的哪个细节 那您这个选择保证没问题 您保证选不错的大师 因此呢 他这个 我们糖尿病病人可以用 如果我们知道 加了其他的糖 甚至也没考虑到这个人的 有没有牛奶过敏 有没有麦肤过敏 有没有乳糖不难症啊 因此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用的菊糖 菊糖里头 就是我们一生菌的一生源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一种纤维 它能够让我们这个一生菌 到伴随着一生菌 一起到达结场内 它能迅速的繁殖 这就我刚才说了 我们粘幅 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要定制 第三步做到迅速繁殖 你有哪个能做到 只有刚才大师说的 这一款的一生菌 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它用的 配料的用的菊糖 菊糖不单是一个 就是含有甜味剂的东西 它也有纤维的成分 因此呢 它对这个一生菌 能够更好的 满足一生菌的营养供给 同时更好的确保一生菌 到达我们结肠中 大量迅速的繁殖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此呢 然后顺便呢 把那个墙头草也拉过来一大批 是的 它肯定把这些的中间的笨子 马上都给俘虏过来了 所以说拉过很大一大批的 它的中间笨子 大师这个补充补充的 恰不及的非常好 谢谢 而且我们还要看上呢 保存的温度 我们一般是 长温保存一生菌 长温保存十八个月 而有些一生菌呢 需要冷藏 那么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冷藏和长温 如果长温保存的一生菌 你在冷藏 它的有效期更廉长 它就不止十八个月 它会长于十八个月 同时呢 因为我反复强调的 我们一生菌通过我们口腔 通过食道 通过胃 到达 通过小肠 最后到达结肠 繁殖下来 我们首先 这个一生菌 一定要 耐义 耐我们的胃酸 同时要看 繁茧 因为我们胃里头 还有一个胃酸屏障 这个胃酸 刚才大师一开头 就给讲了非常非常高的 它能杀死几乎所有的性菌 但是只有一个 幽门螺旋杆菌 和一个效果菌 它不能杀死 因此呢 很多的有异菌 虽然在它出场的时候 甚至进入嘴里的时候 这就是我说的入口的时候 但是一旦经过胃酸这一关 它根本过不了这一关 直接就死亡了 我们只有通过这两关的 能够顺利通过小肠 为什么要说小肠 我刚才介绍了 小肠有六到七米肠 这么六到七米肠的 它有这么多的肠黏膜呀 那它又如果不能够 在这个肠里的很好的 就是经过这个肠道 最后都通过大肠结门 就是排到大肠杠门 排到体外 而且一定要在肠道 吸附并且定制大量繁殖 这是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用这个图表 我们很多的一生菌 很多朋友说我们一生菌如何如何好 那么如果这个一生菌 它确实有很多的活菌 但你到这位里了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空军作战 你派来了一个空军 空军很强 你是加强连 加强团 加强师的空军 但是由于空军 它只是适合空军作战 它根本不会游泳 那么你即使给空降好多空军来 但是它一旦不会游泳 大家知道最后一旦掉到水里什么结局 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那么我们选择的一生菌 它不只是一个就是空军 它一定要是一个特种冰 陆海空特种的冰 这种特种冰 它不但能通过胃酸 通过胆碱 而且通过长长的七米的小长的隧道 最后能够到达这个 结肠上棉浮定制 种植下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们是四代一生菌的 我们这个一生菌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对我们人体非常好的 它自己就带一生菌了 自己就带着这个干粮来 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生菌 你还有什么不能选的呢 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 肝胃都是和睦的 只有这样的我们长命才能百岁 我们做到肝胃的和睦 就是说选择的一生菌 首先你要碰过胃 你要确保我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 要这个胃 让胃是一个比较每天happy的胃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这么些内容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归纳总结 我们影响我们肠道健康的 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一个肠的频道 一个肠道菌群 这两个因素 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就是很好的掌握了 我们可能就会做到 我们确实一生中都是无忧的了 我们这个四大屏障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毕晨老师已经给讲了 我这总结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这个有异菌和这个一生菌 我们最后只要你选择合适的有异菌 它就能战胜一生菌 并且能把墙头草一起拉过来 就能确保我们体内的平衡 就能和非常好的 让我们这个一生菌和这个肠道 这个脑这个轴线非常好 一个如果我们能够照顾好我们的肠道 我们不但可以让我们这个一生菌肠脑轴 能够非常好的运作 同时呢可以预防肠癌的发生 也能预防防止老年性疾病 和这个老年痴态症 我们如何做呢 我给大家总结这么几点 522原则 522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首先要 要去除我们体内的肠道内的毒素 一定要先去除肠道内毒素 这是第一步的 我们然后及时补充我们的有氧成分 把营养成分补充进来 我们再把一生菌接触进来 同时我们用一些抗氧化剂啊 我们细胞营养素啊 修复我们的细胞 以确保我们体内的平衡状态 因此这5R法则非常重要 我今天主要跟朋友们讲的这个内容 实际上都是肠道的健康和我们一生菌的关系 以及肠道的屏障和人体的第二大脑 我给大家总结这么一个顺口溜 如果健康不养肠一切都白忙 只有肠健康你才能肠健康 我们千万不要看着外表30岁的年龄 却有60岁的肠领 我们只有确保我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肠胃 我们才能有健康丰富的百岁人称 一生菌就可以非常好的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好 今天时间 7点30分 你也太准时了 这个无比医生真的是医生的作风 讲得很好 真的谢谢两位老师今天分享 那那个 有两个问 也许有人问问题了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以回答一下 用短暂的时间问一下 一个就是小孩子 6岁左右的小孩子能不能吃 第二个呢就是讲有没有过量的问题 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 对于讲会不会有依赖性 我觉得最后的问题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经常回答 我来回答的话 你对吃饭吃面吃饺子会不会有依赖性 那本来不是你们就要的 ok好 前面两个问题让卢比医生来跟大家分享 ok 我们第一个问题小孩能不能吃 我们让毕晨老师来分享怎么样 好好好 谢谢 欢迎欢迎欢迎 毕晨老师 你这得谬得 对 对 好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6岁的孩子肯定是可以吃的 尤其是我们保婴的医生菌 他呢是可以适合 那个婴幼儿都可以吃饭的 哦 那很厉害 对 所以6岁的儿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那这个 有没有过量的问题 就是如果 我认为我自己拿我自己做小白老师 我想我的经验呢 我前年我去泰国开发 这个友商的市场呢 我在泰国我的脚不小心走出炮来了 结果我洗澡不知道 结果这化农了化农以后我在泰国感染了两种症菌 大概不到三天的时间已经扩散了好心脏 所以我紧急送到那个曼谷最好的国际医院 所以这个 那我妹妹就紧急从上海飞到泰国来照顾我 我差点死在那医院里面 嗯 结果就是把那个医生菌啊 就有商医生菌 我一天吃到9条到10条 然后因为我知道他会跟他抢地盘 但是我打得非常 吊得非常重的那个 红霉素还是什么东西 那个那个杀菌的抗生素 那那抗生素就是会一起杀 那我妹妹就提醒我 她说你多吃一点 反正杀了还剩了很多好的 那个就 而且我是在吊针的之间我吃 所以呢我吃到9条 我但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命保回了 活到美国 OK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过难问题 这是我的认知啊 那个请的专家来解释一下 有没有过量的问题 好 请我们的杨青博士 这个问题 把你的静音 静音打开 静音没打开 杨青 不要急慢慢来不别急 哈哈哈 那个 今天真的今天破表 今天不少很多人呢 差不多230个人 你 如果老师 那个他打开了 他打开了老师 就是 没有没有过量的问题 好 谢谢 我们可以 就是按照 推荐的量呢 就是说的 可每隔一天吃一吃 但是 如果这个 真正是就是 这是给健康人的 那么如果真正遇到 问题 像您 就是用这么多抗菌术啊什么 那一定要适量 加 酌情的是加 像您都加了9 9条了都没有问题 所以 肯定 但是 一定就是说 我们就是 平时的推荐量呢 就是给健康人的 给健康人 正常的 我是个案 这是我个别的案子 我没有讲通案的 这是我个别的 如果比如说 有的人有腹泻 肠肉啊 一定要 这个 加量 所以我们这个医生菌 才能 有足够的力量 去打败那些坏人 我也问你我自己的疑惑的问题 就像 这个 医生菌啊 就是讲这个 我们 我们在 我们在 使用的时候呢 就像 是不是 公司一般来说 他用的量是比较保守的 就像你讲的 就正常的 就是按照公司建议的量来吃 这是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啊 包括鸡啊 鸭鱼肉啊 都是人工圈养 人工圈养的东西呢 它放了很多这种抗生素 平常我吃的食物里面就含了很多的抗生素 所以这抗生素下去 它也杀菌 那有杀菌的话呢 平常我们 要维持它一定的种族的种群能量 已经不够了 如果我们 我们大量吃鱼吃肉的人呢 我觉得吃上的加点量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你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对对对 也要根据个人的饮食状态 对 是这样的要增加的 刚才这些问题呢 我认为问的也很好 因为今天确实时间比较晚了 我在这里根据我们的经验 再给大家再给补充讲理一下 比如说孩子能不能吃 六岁的孩子 VT六岁的 我可以说 我们牺牲儿有一个 因为今天大师这 这确实的 我调理的什么病例 我们都是今天和如实的跟分享 新生日出现黄胆了 黄胆了在医院就是一直不退 多长时间不退 后来他家人 你在医院住院嘛 就给用的一个退黄 叫退黄素 用的孩子嗷嗷哭肚子疼 后来我就告诉他 你就用我们的医生剧你就行了 最后非常好 孩子又健康又好 所以说别提六岁了 我举这例子 大家这问题就回答了 好吧 具体怎么用呢 因为今天都讲了个案 只是个案分享 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吃什么毛病 对 所以具体怎么用 实际上像这大师说的个案 还是各个团队 根据你们各个团队的这个 培训来用 我们就是在这知识共享 谢谢啊 谢谢卢比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这样子吧 就因为不想太晚了 因为有来自各方的朋友 不同的时间轴的 OK 我也看到远到 那个罗马尼亚都有 那个 所以 大家满共享盛举的 好像是个国际联合国会一样 那很高兴两位老师 今天来给我们大家分享 这个大爱 谢谢 谢谢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好不好 有什么问题呢 你们希望 卢比老师 下次再讲 那我 那我倒想再问一下 两位老师 那个六岁孩子 你们讲的下面 怎么没讲下去 六岁的孩子到底能吃 还是吃多少 对不起 我不讲个案 你今天可以通过你的上线 把这个微信传到我这边来 然后你是谁 然后呢 我在私聊 我请教两位老师 以后再告诉你 好不好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OK 因为这里不讲个案 第二不讲治病 我们只是讲一些 我们有兴趣的 其实个人的经历 OK 按照公司 按照这个 你的瓶盖上的建议 盒子上的建议 去好好使用就好了 OK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大家周一愉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